谭云正欲开口,灵山药园的众弟子纷纷与其担忧。 谭师兄,您快进入修炼,恢复伤势吧! 谭师兄,您在我们心中就是无敌的,无所不能的呀! 耳边盘旋着关心自己的声音,谭云的内心深处生腾起一股暖流来,这都是真正的感动。 谢谢大家的关心! 谭云微微一笑,旋即看向沈文德。 六长老,火种先给弟子留着,等弟子真的尽力了,您再把火种给弟子。 你别告诉老朽,你还要的! 沈文德一乐,沈素兵额没紧错,望着谭云面露破解之色,其他长老亦是如此。 众弟子纷纷窃窃窃私语。 不会吧,听谭师兄的语气,貌似他还要灯啊! 有可能啊! 不过,再灯一层,可就是一百五十九倍重力啊! 这么强大的重力,谭师兄行不行啊? 有可能行的! 诸位想想,谭师兄自伴入丹麦以来,做出的事情哪件不充满奇迹啊! 就比如斩杀李子安,毫发无损,击杀叶灵,直至今日,以一敌二杀死高阳无双和欧阳倩,还有现在登上第一百层。 这在我们看来,日未发生,恐怕都会以为谭师兄做不到吧! 言之有理啊,不管怎么说,我都感觉谭师兄充满了神秘,就像是一座永远不会倒下的明塔呀! 谭云对众人议论,自是置若望闻。 他深吸一口气,望着足塔飞溅的赖昌。 赖之士,若一个时辰快到了,还请你提醒一下弟子。 此言一出,全场震惊,谭云果然还要登塔。 赖昌激动地搓着手,目露西迹。 好好好,放心吧,本职是会提醒你的。 还有,谭云呢,九十九层至一百零七层宝塔内的修炼时间, 皆为一日等同外界十日, 只有一百零八层,才是一日等同外界十八日。 你已经向在场每一位证明了你自己。 切记不可鲁莽,要量力而行,身体安康才最重要。 嗯,多谢知识大人关心。 在弟子心中,弟子从不在乎别人背后如何看待弟子。 弟子登塔,也并非向谁证明。 说着,谭云已然迈上了通往第一百零一层的五百五十五块台阶上。 一步迈上第一块台阶,重力陡然由一百二十九倍, 抵增到一百五十九倍。 在多数人担忧之中, 谭云仅仅身形一晃并恢复了正常, 开始一步步强势灯塔。 正如谭云所言, 他并非在此显摆自己的能力, 更不是向谁刻意证明什么。 他的目的很明确, 就是为了一百零一层的奖励, 意味了一百零八层中各置的一缕紫黄春火。 至于外人如何看待自己登塔, 他毫不在乎。 说爱出风头也好, 爱成能也罢。 丑时, 夜已沉, 月光如水倾泻于谭云身上。 他挺之脊梁, 在众人眼中继续书写属于他的传奇。 谭云, 你距离登上一百零一层宝塔, 还剩二百一十块台阶, 时间只剩一刻了。 赖昌话音刚落, 谭云便陡然加快步伐, 每一步在一百五十九倍重力下, 都显得格外的沉重。 眼见谭云愈发接近一百零一层, 二长老杜臣的脸色, 依然变成了猪肝色。 沈文德在一旁倾笑, 呵呵, 二长老, 怎么, 后悔把玄青雁拿出来了? 不过也是啊, 玄青雁可是稀有的上品宝洁活种呢。 你笑什么, 谭云能不能登上这一百零一层, 还很难说呢。 二长老, 莫非你不希望, 我们丹麦的弟子, 再创数万年前的辉煌? 沈宿兵文言讹眉一条。 熟悉息怒, 属下口误,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, 大约在三万年前, 当时我们内门丹麦有名弟子, 这登上了一百零三层, 当时是轰动一时啊, 如今我们丹麦灵山药园, 除了谭云这样一个妖孽, 属下只是希望, 谭云能再创辉煌, 至于属下奖励的火种, 这虽然是珍贵吧, 但也万万不能与这再创的荣耀相提并论啊。 这些, 你懂得就好。 沈宿兵话听雨落, 目光再次定格在谭云身上, 眉眸中尽是惊艳之色, 心中暗存。 除了我丹麦之外, 其他内门八脉, 也设有极品介子空间宝塔, 同样近两三万年来, 门下弟子, 无人能登上一百零三层, 若谭云真能登上, 该有多好啊。 如此一来, 恐怕那八大首席得志之后, 肠子都毁清了吧。 沈宿兵此刻对谭云充满了吸血, 他从谭云沉稳的身体律动, 能看出谭云登上一百零一层毫无悬念, 甚至连一百零二层都有可能。 可一百零一与一百零三层间, 重力相差六十倍。 他虽然期待谭云创造辉煌, 但他也并不认为, 谭云可以承受二百一十九倍重力, 登上一百零三层。 在他看来, 如今谭云只是胎魂七重, 若有朝一日谭云境界提升, 登上一百零三层也是迟早的事情。 只是现在失去双臂的谭云, 在七重镜实力下, 绝无可能登上一百零三层。 他思寸之时, 随着众弟子呐喊, 谭云登上了一百零一层。 杜臣心中滴血, 脸上却是和蔼可亲。 本长老, 带你登塔结束, 便将这玄清眼赏于你。 多谢啊长老。 谭云道谢过后, 感受体内灵力已经消耗了三成, 当即朝一百零一层塔门走去。 谭师兄是要放弃登塔了吗? 众弟子疑惑之际, 沈苏兵等人亦是如此。 就在众人认定, 谭云会放弃灯塔, 进入一百零一层宝塔内, 恢复伤势和实力之际。 谭云就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里, 盘西坐了下来。 众人震撼不已, 盘西而坐着平平无奇的动作, 在此刻透露的信息却非比寻常。 试问何种情况下, 谭云才能在一百五十九倍重力下, 完成盘西而坐。 只有一种可能, 那就是他能承受的重力远不止一百五十九倍。 否则, 谭云一旦坐下, 便会被重力碾压地趴在地上。 而如今的情况是, 谭云坐如磐石, 纹丝不动。 失去双臂的谭云, 虽无法施展鸿蒙宁气绝, 但可以正常吐纳天地灵气。 赖昌公正严明开口, 谭云, 本只是问你, 你现在入位放弃灯塔, 那你现在恢复实力的时间, 便将从你接下来登一百零二层的一个时辰中扣除。 弟子明白。 谭云合上双眼, 开始图纳天地灵气。 他深知, 接下来朝一百零二层而上, 重力将会递增到一百八十九倍。 在那等重力下, 自己再想盘蝎而坐恢复消耗的灵力将难上加难。 如今唯有将实力恢复巅峰, 然后一举冲塌, 无论多么艰难, 也要登上一百零八层。 什么情况啊, 这已经过去大半个时辰了, 谭师兄怎么还在修炼? 是啊, 就算现在谭师兄开始灯塔, 也来不及了, 再过两刻, 一个时辰可就过去了。 众弟子会不打扰谭云, 即使压低声音交谈。 赖昌皱了皱眉, 正宇提醒谭云之时, 被沈清风摇头轻声打断。 这臭小子有他的顾虑和打算, 不用提醒他, 赖昌点了点头, 朝沈清风抱了抱拳。 啊, 甚至是, 灵山药园出了这么一个妖孽, 估计长子乌仔短则三年, 待谭云晋升胎魂大圆满, 称霸内门卧龙绑之时, 宁可就要高升了。 说到底还得感谢我那二弟清秋啊, 他才是真有眼光啊。 来之时, 你说说, 当初各大首席没人要谭云, 都说他是废物, 现在你再看这小子, 压根儿就是专门灭杀天才的奇才呀。 那是那是, 当初我也听说了谭云被众首席拒收之时。 以赖之士的话, 既然都拒收, 那谭云为何还会出现在丹麦? 沈苏冰听着赖昌和沈清风的谈话, 总觉得心里不快, 感觉二人也在说自己。 毕竟当初, 若非沈清风发下毒誓求自己, 自己也不可能受下谭云。 赖昌一冷, 顿时进入寒蝉。 首席, 属下没有说您的意思, 属下。 好了, 别说了。 的确, 当初本首席, 也看走眼了, 但不管怎么说, 本首席还是将谭云收入了丹麦,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 是是是, 首言所言即是。 赖昌摸了把额头上了看, 沈清风亦是尴尬不已, 因为此时小姐正瞪着自己呢。 诸位快看哪, 谭师兄起来了。 随着一名弟子大鹅出生, 众人纷纷望去, 但见浑身灵力悬绕的谭云突然站了起来。 谭云, 大阳老朽, 尽力即可。 神清风开口, 谭云重重点了点头, 神级神色凝重, 一股股淡金色的灵力, 从谭云眉心灵池内澎湃而出, 宛若一条条金蟒盘踞周身。 众人观止, 皆断定谭云是要全力以赴, 冲击第102层。 这一刻, 众弟子不禁屏住呼吸, 想看看谭云能否成功迈上通往第102层的第一块台阶而不倒之时。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, 让包括神速兵在内的所有人大吃一惊。 谭云正然冲向了通往第102层的台阶, 化作道道残影闪烁而上, 仿佛189倍的重力并未给他造成任何影响。 众人这才明白, 谭云之前登上101层, 压根就未有全力。 快看, 谭师兄登上102层了。 一名女弟子的呼喊声戛然而止, 接着便发疯式地尖叫。 谭师兄好快的速度, 他居然在102层没有停歇, 又再冲进103层了。 是啊, 好激动啊, 我激动想哭啊。 女子话音未落, 全场沸腾。 沈清风阻他飞溅, 苍老的面颊之上便不泪水。 咬孽, 咬孽呀。 那是激动的泪水, 沈文德以毫无长老风范的怪叫。 太厉害了, 太厉害了, 手续宁翘, 太云登上103层了, 他踏破了三万年来无人登上103层的铁绿呀。 看到了, 我看到了。 沈素兵看着登上103层的谭云, 声音发颤之际, 鼻尖微酸, 眉毛意识逐渐湿润。 这一刻他想到了很多, 想到谭云入内门三个月以来所带给自己的耻辱。 尤其是想到, 谭云当初在外门参加选拔时, 被自己和另外八大首席羞辱的一幕幕。 他忽然感觉好愧对谭云呢。 因为自己非常看不起的一个弟子, 仅仅时隔三月却创造出了近三万年来的奇迹, 是他打破了陈锋三万年的记录。 正处于震撼与感动愧疚中的沈素兵, 忽然落下一滴泪来。 而沈清风、 沈文德, 乃至灵山药园所有弟子, 以及其他五万八千弟子中的多数人, 亦是无声落下泪来。 一位谭云正在冲刺第一百零四层。 如此震撼的一幕, 让人不得不激动感慨。 嘿嘿嘿嘿嘿, 苍天开言啊! 自祖师建立皇府圣宗五万年以来, 我内门丹麦弟子共有数亿人曾尝试灯塔, 可以胎魂大圆满京登上一百零三层者, 也只有三个人呐。 沈清风含笑落泪之际, 谭云已登上一百零四层, 正在承受二百四十九倍的重力, 挥洒被血液染红的汗水, 奔跑向通往第一百零五层的台阶之上。 这一刻, 所有弟子含泪对谭云肃然极敬。 除了庞使员神色阴晴不定, 其他长老亦是如此。 这是一种敬佩, 在敬佩谭云的同时, 也在回味自己年轻时的灯塔光衣。 长老们想到了自己的曾经, 屡次尝试登第一百层而失败的一幕幕。 他们坚扪心自问, 当初自己是胎魂七重之时, 就连八十层都登不上。 可是谭云, 眼看就要登上第一百零五层。 众长老瞬息地恍神之后, 在众人震惊的神经有些麻木之时, 一声充斥高王战役的大吼翔彻云霄。 但见谭云登上一百零五层之后, 顶着二百七十九倍的重力, 踏上了通往一百零六层的二百六十六块台阶。 当众长老弟子正要爆发出生意时, 月光下, 依稀可见神速兵眉眸中勤满泪水, 茂眉不可芳物的容颜露出了些许笑容。 你们谁都别再出声打搅谭云, 为令者, 杀无事。 此言一出, 众人当即闭口不言, 默默注视谭云登上一百零六层。 谭云起传如牛, 咬紧牙关轰然迈向了通往一百零七层宝塔的第一步。 当时, 在三百零九倍巨大重力下, 谭云身体剧烈颤抖, 双腿骨骼发出了瘆人声响, 这嘎吱声在宁静的夜幕下尤为刺耳。